嗨,我是姊夫,大家好 歡迎來到姊夫食堂 今天的姊夫食堂草莓季 姊夫要分享草莓菇老豬柳 這是豬的大理雞 還有待會要醃大理雞的材料 這是待會我們要做糖醋醬的材料 這是草莓,還有一些蔬菜料 這是豬的大理雞 姊夫已經把它切成一公分左右的條狀 好,我們現在胡椒鹽調味 加點香油,加點水 加點太白粉 接下來我們把它攪拌 好,像這樣子 沒有水分了 好,接下來 這是酥炸粉 好,我們先這樣子 拉靜置一下 來,姊夫現在要起一個油鍋 好,現在冷油 我們加一根的葉子 隨便 等到它變成金黃色的時候 我們的油溫就大概 一百七到一百八十度左右 這時候就是炸中期 最適合的油溫 那我們現在等一下囉 來,像這樣子 我放下去的蔬菜料 像這樣子 沒有什麼在起泡泡了 旁邊也開始有點上色了 這時候就代表油溫差不多快好了 我們可能再等個十五二十秒 我們豬柳 換它去炸 我們在家裡炸東西的時候 其實 好,我相信大家都有這個困擾 炸東西油要多一點 炸起來的效果才會比較好 可是啊,炸過的油 又不知道該怎麼辦 像現在這樣子 姐夫油沒有放很多 我們分兩次炸 雖然會花點時間 可是我們就可以省一點油 在這裡請不要提醒大家 我們分兩次炸的時候 第二次大概要等個兩分鐘 或者是三分鐘 讓油溫再一次的滑上來 我們才好做第二次的操作 好,炸多了 好,我們再炸第二輪 稍微動一下 好了 在快好的時候 把一些蔬菜料下去 讓它稍微的過油一下 蔬菜的顏色就會很漂亮 現在我們要來做醬汁 姐夫準備另外一個鍋子 我們加一點點油 加一點蒜頭碎 加一點番茄醬 好,這個番茄醬 這樣就可以了 加點糖 加一點姐夫排氣烙湯 加點白醋 加點香油 把油 加熱 洗火 搞定 擺盤 醬汁淋上去 或者是附在旁邊 好 都可以 不要浪費 來 撒一點香菜 差點忘記我們的主角 草莓 好嘍 草莓菇老豬柳完成囉 這道菜身身甜甜的 大人小孩一定都很喜歡 今天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你們喜歡 喜歡姐夫的影片 歡迎加入姐夫食堂 如果有任何問題 也歡迎留言給姐夫 姐夫食堂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